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公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妻子却说自己比徐公英俊 让周记感到半信半疑 所以周记又问了侍妾与客人相同的问题 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 徐公哪有您英俊呢 过了几天 周记见到了徐公 便仔仔细细的将他打亮一番 周记发觉徐公果然相貌堂堂 自己根本比不上他 周记左思右想 终于想通了妻子 侍妾与客人没有对他说实话的原因 接着他赶紧用这件事去提醒奇威王 他对奇威王说 我知道自己不如徐公英俊 但是妻子偏爱我 嗜妾害怕我 可人有求于我 所以他们才没有说实话 周记接着说 我身为臣子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何况奇国是大国 怎么有人不偏爱您 不畏惧您 或不想得到您的恩惠呢 想必大王受到的蒙蔽 应该比我还要严重 奇威王感到非常同意 点了点头后说道 你说的对极了 爱卿有什么好建议吗 周记恭敬的回答 大王 您要广泛听取大臣 百姓们的意见 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奇威王觉得 周记的建议很有道理 于是下令 奖励所有提出规劝的人 奇国的大臣们听闻消息 纷纷到皇宫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时之间 宫廷的门口和庭院 就像市场一样挤满了人 奇国的国力 也因为这样而越来越强盛了 门庭弱势 就是来自于这个故事 意思是 门口和庭院就像市集一样热闹 用来形容上门来的人很多 小朋友 听完门庭弱势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周记明白自己不如徐公英俊 但他的妻妾和客人 却因为各种原因 所以没有对他说实话 过程中 周记用自己的故事当例子 建议奇威王应该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 奇威王同意周记的提议 决定奖励所有提出规势的大臣 故事的结果 大臣们纷纷觐见 使得皇宫门庭弱势 奇国也因为这样更强大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门庭弱势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周记的妻子 明明知道周记的相貌不如徐公 你愿意跟他说实话吗 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故事还想向我们传达什么道理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吧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门庭弱势 是形容上门来的人很多 主要是用来表达 人潮众多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门庭弱势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家自助餐店便宜又美味 所以每到用餐时间 都是门庭弱势 姐姐结婚时 亲友都前来祝贺 那天真是门庭弱势 热闹非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门庭弱势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互献为穿 若意不绝 相反的成语有 门可罗雀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